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十八般母親 節目來到這裡 我繼續找一些音樂人來訪問 今次找了一樣重型樂隊的主音上來訪問 他就是易流的主音 傑佬 Hello 大家好 我是易流的Focal 傑佬 為何再三四 只間碎的鐵性 隔離白 便便等花 退換派客 此熱的鱷魚流傳不適性 防御用鷹花 殘花 殘忍皆棘 最後可以訪問重型樂隊 我自己都很喜歡一些癢的東西 謝謝 易流都玩了很久 其實你自己玩了音樂多久呢 我想我最最初接觸音樂是經我家 家裡的 因為我爸爸很喜歡唱卡拉OK 人經都是立志想成為一個文謠的歌手 就是自彈自唱 就是懂得玩結他 就帶我去唱卡拉OK 即是很小的時候你就去唱卡拉OK 可能幾歲的時候就帶我出去威風 喜歡了唱歌的動作 因為很小的時候很喜歡被人稱讚 讓別人稱讚多兩句就有無有益 然後就是碗粥減 拿到碗粥減 最初一起唱哪一類歌 就是流行曲 就是普通廣東流行曲 李克勤那些 但是你自己本身現在是唱一些重型的 你什麼時候開始會喜歡重型的音樂 十五六歲左右 中學的時候 最初我接觸的時候 我不是先聽行樂 不是先聽 metal 我是先聽J-Rock Nuna Sea Five for You 那個時期因為日劇 家裡有人追求日劇 聽到好聽喔 然後開始就去找那些東西聽 因為那時候家裡比較小看之家 那時候有一個互動電視iTV的東西 它可以自選MV來看 裡面就有I for You 就是有Luna Sea Luna Sea的東西 同時那時候家裡有有線電視 就可以看YMC台 接觸到更多一些不同的日本 美國的英國的音樂 聽到一些J-Rock的音樂 到差不多 我就常常晚上不睡覺 然後呢 很小時候已經開始這樣了 很偉霸厭 我家裡看電視 那時候我家裡就收到衛星電視 哦 有兩個電視台 是我經常看的 一個叫Channel V 一個叫MTV 哦 他們就會在 忘記了星期幾的某一個深夜 他們就會專播metal 哦 就是只是播重人音樂 對 只是播metal 至於哪一晚上 我就聽到Lincoln Park的Crawling 哦 那首歌 然後我就 咦 可以這樣 這樣的 哦 然後就迷上了這種聲音 就是這種唱歌的聲音 這種行動的 對 就是Scream 也很厲害 又可以很高音 很爆炸的聲音 很有型 然後就開始接觸 開始接觸 研究創新音樂的聲音 對 像Scream 你自己是要怎麼開始接觸這件事 其實說起點 就是因為我接觸到這類型的音樂 這類型的音樂 其實我是買CD 然後想試試 想學習 怎麼辦呢 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家 我就在房間 把播歌的 然後就關上房門 然後躲在自己 在皮鬥裡叫 Ice Cream 那時就是喪喪 對 其實什麼都不懂 只是嘗試一下 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那種聲音 很棒的 那次我媽媽敲門進來 什麼事啊你 你沒事吧 八惡夢 哈哈 不要不要不要 你失敗了 情況就是這樣 就是在一個完全 都說到十幾年前 其實那時候都已經有 香港有不少的Metal Man 但是就很Indy 就是在表面就不會看到他們的出展 最面那一隊都叫Anodus 但是已經是我的 再早一點 就是我接觸的時候再早一點 所以其實我真的完全不懂 沒有人會教 就是想學習的話 都不會找到門路 或者書 可能都沒有 就靠自己去實驗式去做 但是我覺得這種搶行 會不會 就是你自己開始研究 但是如果學錯了 會傷到聲音 會的 這個一定是會的 不要講Scream 就是講唱歌 唱歌 如果你那個發聲的方法 都是用得不好的時候 都會受傷 何況一個再劇烈一點的運動 最後都被你研發成功 就唱到Scream 就是開始繼續夾Band 我真心覺得我自己是用得好 或者叫做用得順熟 是早五六年前的事 即是早五六年前才能穩定技巧 逆流組建出來的時候 我還是做所有事情的時候 都很吃力 直到我看了一隻 Sand of Screaming 就是Zen Zen of Scream Malissa Cross 她是一個歌唱老師 她是專門教人 Scream 在這支碟上就是專門教人 她是有很多不同的Band 即是Metal Band的Focal 都跟她學唱歌 我看完之後 我就跟她的練習做 學到一些東西 而套用在自己身上 即是這支碟也算是你的師傅 是的 不如說一下 那個甲Band去到現在 其實現在夾這隊樂隊 都夾了真的很久了 就是逆流樂隊 不如說一下這隊樂隊 最初是怎樣建立出來的 最初就是我們鼓手阿新 又在夾這隊樂隊 剛好我沒有Band 之前經歷了很多Band 中間經歷了很多Band 是的 經歷了一兩隊 剛好我沒有Band 她就跟前成員找了我進去 那時候還未叫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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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叫Survivors 後來HARA又進來了 然後剪剪轉轉轉 到現在的Line-up 到現在 下年就是第十年 逆流這個名字 改出來有沒有特別意思呢 就是你們樂隊上面 哦 其實是一個生活的座右銘 對於我們來說 很多時候我們會面對到不同的困難 或者困局 困境 總之覺得下一步是否很難走 但是想一想就是逆流而上 逆流而上 多辛苦都好 逆流 不逆流 不逆流就不會有下一步 逆流才知道是否辛苦 因為其實面對了很多的情況 就是以前我們想到很辛苦 但可能逆流出了第一步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會很順 所以就是提醒自己 提醒給所有人知道 逆流而上 大家都要加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沒錯 最近這個逆流出了一首新歌 就知道 Can You Hear Us 這首歌不如說一下 為什麼 說什麼來寫這首歌 我看過MV或各方面都有點深 這首歌 其實是很直接的 因為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第一句的chorus就是 Can You Hear Us 我現在改成中文 聽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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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直接就是 到底聽不聽到我們說話 不是只聽不聽到我們對Bang說話 是到底這個世界的上位者 聽不聽到我們說話 好像聲勢力揭 做什麼 都是這麼浪費的 到底他們是不是濃 就很直接 我就反映了 我其實 我想大家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是想讓人知道 我講得出來 那當然是有人要聽到 對 到底我就問一個問題 我們聽不聽到的 然後就由這個位置去 出發 延伸 其實那首歌是說 好像很多東西 就被一陣東西 掩蓋了最真實的聲音 那些是謊言 但是最真實的 在底層那裡不斷 其實有人在說 但是上面有一陣謊 蓋住了 蓋住了 分了兩個 所以歌詞裡面 世界轉向太快 沒法變形 因果倒轉沒法適形 即是假的東西 你叫我去遷就你 沒事吧 其實我只不過是說 我心裡面最真實的看法 同時間那首歌裡面 就是提到一句 繼續用力呼吸 別斷氣 缺一口氣便搶一口氣 即是我們不要停 而且大家現在呼吸都很困難 在這個狀態上 就是叫你帶著孖子跑步 當你帶著孖子跑步的時候 你的費用量其實自然會增加 增加 你是因為這件事 令自己進化了 那你缺一口氣 你在不自覺繼續做的過程之中 你就一定會爭到那一口氣 Facebook 或者看Instagram 很多東西都是碎片 我們不知道前因 後果 不知道後果 我通常教的過程 我就會告訴你 其實有幾個步驟 你要達到一件事 你才可以做到下一件事 到這裡 我們到這件事 什麼時候 去找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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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想吃 去找那些人 不想吃 為甚麼 要去找那些人 你自己去找那些人 在這件事 都可以去找那些人 從裡面 就直接想要去找那些人 万位俗线 摧毁没得定 放不透天 都会冷静 只要意识 未被磨成 就算 伤手制言 伤手俗线 见识别交代 惊恐之下 令人腐化 舍身未 望见变进化 看见了吗 察觉了吗 穷松崩塌 醉落了 气责 听到了吗 每个方法 继续作家 继续恶化 用我法治罪不保 表现不怕你作法 要是非我 想击我 把所有信念伸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